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坚决抵制 含有暴力血腥 低俗色情等不良情节和画面的动画片上网播出 中国国民党25日举行党主席选举 候选人朱立伦当选新任党主席 下面是一组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消息 乒乓球男双决赛 马龙王楚清4比0战胜延安徐晨浩获得金牌 乒乓球女单决赛 王曼玉4比0战胜孙颖莎获得金牌 体操男子调环决赛 东京奥运会冠军刘洋以15点420分夺冠 下面是一组社会新闻 25日临时起 黑龙江哈尔滨市八院县 兴隆镇兴隆林业局有限公司 接到办事处全域调整为高风险地区 广州25日发布通告 从9月25日起至10月20日 对所有目的地为广州市的国外入境人员 隔离政策调整为一律实施其中隔离21天 据福建厦门市文旅局25日消息 目前厦门全市旅游景区已全部暂停对外开放 国庆期间 厦门市旅行社将继续暂停组接团业务 9月24日80至25日90 河南省南阳市南兆县遭遇强降雨 造成一人死亡 一人受伤 两人失踪 受降雨影响 河南省水文水资源局25日发布洪水红色预警 25日 中国企业500强榜单揭晓 国家电网中石油中石化位列前三 国家林草局消息 今年1至8月 中国累计发生森林火灾525起 人员伤亡27人 25日2021年 世界互联网大会互联网之光博览会 在浙江乌镇拉开帷幕 25日 反中乱港组织支联会正式解散 就一游客在故宫西华门外城墙上刻画一事 北京警方25日通报 违法行为人周某明已被行政拘留 并处罚款 下面是一组国际报道 据俄新社报道 当地时间25日 俄罗斯坠毁的R6飞机黑匣子被找到 其中包含了发生事故时 机组成员的对话和飞机的技术数据 当地时间24日 西班牙拉帕尔马岛火山活动仍在加剧 已造成390多所房屋被毁 近7000人被疏散 部分航班取消 感谢关注央视新闻 如果你对今天的内容感兴趣 请在文章结尾处为我们点亮再看 我们明天早上见 我们看到孟晚舟女士 已来到机舱门口 祝勃 我回来啦 我们看到孟晚舟ت 她是困难的 现在选择 也选敬 当然选择 感谢观看